空荡荡的病房里,走来一位神情疲惫的少女,头发凌乱,名叫抢花,对于医生的询问,她仿佛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似的,望向了窗外,到底发生了什么?那是一个秋天,父亲驱车将抢花带回了老宅,下车时,抢花看见了天真无邪的妹妹红莲,便也笑着拉起她的手,两姐妹如同双生花,自母亲死后,抢花便将保护妹妹当成了心底最重要的事,却不知道一切还能否回到从前。 门开了,抢花拉着妹妹走进去,接待她们的是热情的继母,只是这热情中,似乎总带着心狠力,出于对母亲的依恋,抢花本能地厌反着这个女人。 闻番前,继母意外发现丈夫的床铺竟被人收拾得整整齐齐,便质问是不是抢花月祖带袍,抢花不语,办上反问,那我房间的衣柜又是谁擅自整理的? 而后,摔下碗筷便离开了位置,父亲沉默,只将两粒药片放到继母面前,继母却并没有吃的意思,反而斥责起红莲,让她跟着自己的姐姐离远点。 入夜,继母盛装打扮,等待着丈夫上床共眠,没想到丈夫非但不领情,反而独自睡在了沙发上。 与此同时,独自睡在房中的红莲却惊觉有人闯进来扯掉了她的被子。 惊恐的红莲一路跑着躲进姐姐的房间,强花听闻后大怒,心事下楼看了看,睡在沙发上的父亲,不料,争巧与继母撞见,一个斥责对方,不该过度靠近自己的丈夫,一个斥责对方,半夜吵闹,喧嚣不止。 过了一会儿,强花走进冰箱边拿水喝,竟闻到一股奇怪的臭味,不知是谁将一条血肉模糊的死鱼包起来,扔进了冰箱里,吓得强花大叫一声,跑回了楼上。 不知过了多久,强花疲惫地抱着妹妹睡着了,经梦见一披头三发的女鬼一路爬到了自己的床边,大腿间鲜血滞流,睁眼一看,才发现是妹妹来了月经,弄脏了床背。 强花偷偷跑到继母的房间拿卫生巾,继母却开玩笑说,这么巧啊,今天我也来了月经,强花没怎么理会,之后去卫生巾时,才发现自己竟也来了。 第二天,强花与妹妹一同在门外吹口上,继母养的鸟却十分过躁,吵得她恨不得将其掐死,父亲来和她说了几句话,但强花始终怨恨父亲与继母,便没给她什么好脸色。 之后,强花去仓库拿了些母亲的遗物,不断翻看着过去的照片,妹妹也欢喜地跑来,强花却注意到了她手臂上那深深浅浅的伤痕,是谁做的? 强花抓着妹妹不停追问,是那个女人吧?是吧,妹妹却只是躲闪,满您恐惧,不敢说什么。 客厅里,愤怒的强花找到了继母,质问她为何对妹妹下次毒手,继母却喝着茶,云淡风轻地说,做错了事的孩子,就要接受惩罚,这是报应。 强花怒不可遏,当即打翻了继母面前的茶壶与杯子,继母则满目讥讽地问,你呀,是不是病又犯了? 父亲听到响声,慌忙赶来,却只看到了正在收拾醉泻的强花,他哀求着女儿,求她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,强花却不为所动,反而恶狠狠地咒骂着父亲,还威胁说,假如这个房子里发生可怕的事情,那么父亲就要负全部责任。 没过几天,继母的弟弟和弟媳来家中做客,奇怪的是,继母席间总是胡言乱语,把弟弟和弟媳都吓了一大跳。 听着听着,弟媳望了一眼,厨房的水池柜子下面,竟突发癫痫,火速逃离了这栋房子。 原来,他在水池柜子下看到的不是别的,竟是一个满山血污的绿衣女孩。 客人走后,继母好奇地走进厨房,想看看弟媳究竟是为什么吓成了那样。 他试探着打开了水池下的柜子,却什么也没有看见,借着余光,继母惊觉,身后似乎坐着一个绿衣女孩,转过头后,却什么都没有看见。 只在地上捡到了一个发墙,而那个发墙属于强化的妹妹红莲。 惊恐的继母一路跑到丈夫身边,说自从孩子们回到这座房子后,便常常发生怪事。 丈夫听后沉思许久,竟在鸟笼里发现了被掐死的小鸟。 继母大发雷霆,当即闯进红莲的房间,质问是不是她掐死了自己的小鸟。 诡异的是,那鸟竟倾刻换了位置,被人藏在了红莲的被子下面。 不仅如此,继母还在红莲的房内发现了许多照片,里面的继母部分全部被撕了下来,或是用笔涂成了黑色。 事宜至此,继母忍无可忍,便将红莲关进了她房间的衣柜中。 而那个衣柜是强化和红莲的母亲自杀的地方,无边的恐惧席卷了红莲的全身。 她绝望地哭喊着,继母却不为所动,锁上柜子便离开了。 强化闻舍而来,从衣柜中救出妹妹,并结问匆忙赶来的父亲,为什么要任由继母欺辱妹妹。 什么?妹妹死了? 强化惊恐地跑到花林坊门口,看见一条长长的血迹,蜿蜒而来。 恍惚之间,她想起继母,似乎曾拖着一个沾满鲜血的麻袋,在屋内穿行,甚至对她拳打脚踢,强化走了进去。 竟在衣柜里发现了那个满是鲜血的麻袋,还没等她看清里面装的是什么。 继母已悄然出现在她身后,手里还端着一壶滚烫的开水,强化奋力躲闪开来,继母却又举起一个沉重的石像,朝她砸去。 不知过了多久,强化终于醒了过来,发现地板上的血迹早已消失,陪伴在自己的身边的也成了父亲。 父亲再次递给坐在沙发上的继母两粒药片,并给一个人打了电话,请对方尽快过来帮忙,自己已经支撑不住了。 门开了,继母望着来人,惊讶地说不出话来,不知为何,那走进来的女人,竟与她长得一模一样。 原来,现在开门进来的,才是真正的继母。 在此之前,无论是妹妹还是继母,都是强化因人格分裂而产生的多重人格。 因为妹妹已死,继母也已许久不来这个房子了。 这就是为什么,当自以为身份是继母的强化,会在真正的继母到来时,会如此惊讶。 躺在父亲卧室里,等待她睡觉的是强化,梦见母亲双腿间流血,其实是暗示强化出巢的到来。 将妹妹锁在衣柜里的是湿制时的强化,在家族聚会上语无伦次的是强化,那个满是鲜血的麻袋上根本没有血,装着的不过是一个假人。 而父亲每次拿出的药片,也是为强化准备的。 母亲自杀的那天,刚巧是父亲带着继母回家吃饭的日子,母亲久病不遇,痛苦不堪。 最终在红莲房间的衣柜里,上吊自杀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而红莲发现上吊的母亲后,大为悲痛,本想营救母亲,却不慎弄倒衣柜,被压在了下面。 巨大的响声惊动了正在楼下吃饭的寂寞。 她走上楼,看见正在垂死挣扎的红莲后,吓得说不出话来,下意识地走了出去,几秒钟后才想起要回去救人。 不料,不明内情的强化劝出面阻拦,斥责她这个外人不该擅自来到主人的卧房。 继母费而生恨,选择了隐瞒,并警告强化,她终究会为今日的行为付出代价。 可怜后年,继分呼救后都没能得到救援,惨死于衣柜之下。 而强化,因为无法接受母亲与妹妹的离去,终日生活在自责之中,才酿旧了如今的悲剧。 医院的病场上,强化想象着继母重返这座房子时,会遭遇的报应。 那时,就算是妹妹和母亲的魂魄,也不会放过她吧。 江头采月青州,莲红秀,病地花开又写印孤秋。 强化落,步不错,恨悠悠,问君独上西楼,几多愁。 抢威气血,红莲凌落,那漫天的思念与哀怨,如一首过时的歌谣, 却总在最隐蔑时,刺痛着我心深处的角落。 可否,可否,伴我再走一次,那回家的路。 故事配老酒,明朝在举手,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,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,我在等诗,也等你。